诈骗很多方法,最近也有一些诈骗方法是透过租屋网 或是脸书的租屋社团来做广告,来做诈骗 通常都是一些年轻朋友会被骗到 年轻朋友会骗,可能是租屋的经验不够多 那他怎么要骗你呢? 第一个,他先叫你付钱,你才能够看房子 那看房子很辛苦 所以很多租客看到受不了了,天气又热 看着看着,看到一间蛮不错的 租金低于市价,蛮便宜的 然后去跟那个联系人联络的时候,他就说 这个,如果你喜欢的话,你要先付两个月的押金 作为定金,我就安排你优先第一个来看房子 那这个,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这个定金可以退 但如果你喜欢的话,这个定金呢,就转成押金 如果你想看房子的话,你要先付定金 定金是多少?付两个月的押金进来 这个两个月进来之后呢,我们安排你看房子 那你给了我定金,然后你喜欢另外一个客人 临时要调度,然后临时有事不租了,要急着转租 他就会说,那这就骗你先汇钱 通常这样子的情形要求先付钱 通通都是炸电 所以要怎么样解决这种避免自己被诈骗呢? 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要去找大马路边有招牌的 然后是正式的仲介公司,这种比较安全 比如说,能够进到店面,喝杯水,然后有接待人员 这就是真正的仲介,也是合法的仲介 让他去带你看房子,去看租屋,这样子就比较安全 你到网路上去找,到五九一找,脸书找,通通都蛮多的诈骗资讯 所以各位朋友,找租屋也要小心 只要先要你付钱,这就是诈骗